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罗伯告 我是从成都漂泊到重庆的小岸 今天这个鸟语花香的地方叫云归山风景区 我带来的是旁边这台长安CS55PLUS蓝金版 先说一下它的预售价106,900到113,900 我拿的这台车是106,900的这个版本 要说的是在去年12月份 我们已经在重庆去聊过长安CS55PLUS这台车了 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换装蓝金N1动力的发动机 那今天它换装了 今天我来了 我想说的是我今天的视频主要讲的是 它跟那台车的一些区别 如果是相同的地方咱就不过多赘述了 比如说内饰 比如说它的车机系统 这些东西咱就不过多赘述了 那先从外观开始说 外观上如果不像我一样近视的话 你应该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中网发生了改变 因为那台CS55PLUS它用的是那种 大面里的镀铬的横向的装饰条 而现在用的是这种蜂巢的 带有很多黑色小块块的这么一个中网 这个小块块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调了啊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那你感觉好像都差不多 实际上它是有17种不同的切割方式所码在这的 所以在各种角度看的时候 它的光影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别的呢 你会发现 多了这些红色的元素 然后就剩下都是一样的了 比如说这根镀铬条一直延伸到了车灯这儿 这个全LED光源的这个车灯 这些跟原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然后来到侧面 来 请到这边 要说的是呢 这台车的车身尺寸跟之前并没有发生变化 还是4米5 1860 1690 还有轴距是2650 这些都没有改变 然后轮胎尺寸呢 还是225 55 218这么一个轮胎尺寸 这个轮毂好像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啊 自己对一下就行了 而来到车身尾部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横贯式的这个刹车灯 然后包括高位刹车灯 都是还在这个地方 包括后备箱打开的方式 都是在这个下面并不是在这儿哦 打开以后 熟悉的后备箱 然后46比例放倒 有两点小遗憾 就是一是它46比例放倒以后 这个座不能完全跟后备箱平了 但是翘起的角度也并不是太高 第二就是打开这个地台下面呢 你会发现一个非全尺寸备胎 还有各种工具 旁边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空间的 如果还是要之前说的 拿泡沫做点储物空间 我觉得实用性会有一个不错的提升 刮车以后 你发现下面是有双侧共双出的排气 然后说你是不是说错了 那不是四处吗 我说是这四处都是装饰的 它是毒死的 真正的排气是在这个排气的下面呢 有一根那边有一根 那它外观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我们去简短的看一下它的内饰和空间 然后就去聊一下它的动力系统 就是它这次最大的改变的那一部分 那来到后排以后呢 先强调一下我的身高和体重 187 200多斤 每次都在带着这个数据来看这个后排空间 首先就是腿部 我还有一个一拳的余量 这个是复复有余的 但头部这儿其实我已经是磕到头顶了 如果说你是往后靠着点做这样的话呢 那其实是刚刚好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身高不超过我的话 做后排没问题 如果你身高超过我的话 你去开车吧 那中间地台这儿呢 大概有一个一指多一点的这么一个龙企 在实用性方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两个空调出风口 一个USB接口 然后这儿有两个水杯架 如果你觉得这个座椅是有点靠前的话 没错 因为它可以放屏 就是放倒 刚才没放好 那前排的配置呢 我也在这儿就一起说了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10.25英寸的这么一个中共屏幕 然后下面的布局 跟原来的CS5 Plus也是一样的 包括像什么10度的这个主驾驶位 就是中控像主驾驶位偏移的 这么一个设计也都保留了 它唯一一点不太一样的 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一条装饰的皮质材料吧 原来可能颜色更深一点 现在呢变得更浅一点了 别的真的是没有什么区别 黑色的黑色的 走的就是一个实用的状态 毕竟是一台10万块钱的车 抛开价格谈配置 其实就是在刷流氓 对不对 说到动力系统呢 这个时候我就要客串一把技术流了 虽然没有那么技术 因为之前好多朋友聊 它换蓝晶N1动力发动机了 它换蓝晶N1动力了 这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这个名 但具体它蓝晶N1动力的设计亮点在哪 或者说它哪一点特别厉害 其实很少有人去提及 那其实我正好有厂商的朋友在这一起聊 所以现学现卖跟你们聊两句 首先这台蓝晶N1.5T的这个发动机呢 它的最大功率是132千瓦 300牛米的扭矩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经常关注车的话 你会发现最近好像好多这种1.5的车 都在这个数据上下徘徊 比如130多千瓦 120多千瓦 然后300牛米上下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就聊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做到这个数据呢 后来发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 一呢它想要动力好 二呢它想要省油 所以把扭矩做到300牛米的时候呢 这样可以保证你在市区合法的这个限速之下 你在红绿堆起步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推背感 能够让你觉得这台车 哇动力澎湃 但是呢 因为毕竟还是排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它的功率呢 也就是卡在130千瓦这个状态了 你如果是加速到80 那没问题 推背感很好 那如果你加速到80再往上的话 依然会有一个加速 但是它的那个加速度就不像之前那么高了 它可能会整个的那个猛劲啊 就是那个推的你那个劲会有所下降 这就是小排量发动机的一个一个特性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台车的这台发动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比如说像双窝管 你比如说像双出口的集成式排气气管 你比如说像水冷中冷 这些东西都能够让你的涡轮在尽早的介入 举个例子 一般的车可能是在1500转的时候涡轮介入 那这台车是在1250转的时候涡轮介入 它能够让你的力量爆发的点更靠前一点 不过你拉近一点看的话 你会发现 这是它的这个空气滤型 它是往后走的 那它的水冷中冷器呢 也是在后面的 以前的水冷中冷器是在前面 为什么呢 因为风进来以后会给水冷中冷器降温 然后再给发动机降温 那整个热量都堆到了后面 其实也不是太好 利用率也比较低 那现在放在后面以后呢 风进来先给这降个温 然后水冷中冷器再从那再循环再降个温 这样的话对于风的利用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说完了发动机以后呢 再说一下它现在用的这台变速箱 7速的10日双离合变速箱 我之所以把这台车开到了云归山风景区这 就是因为这有连续不断的上山的山路 有人说双离合变速箱是不是在低速的时候 有一些顿挫 其实这个顿挫来自于你低速大扭矩输出的时候 它的换挡是不是有些顿挫 那就现在的技术来说 其实在市区红利堆走的时候 其实你感觉不到什么难受的顿挫 这个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技术的 但我开到这以后 就是为了看比如说那种只字形弯 然后它只字形又有个大坡 你必须要降到车速 然后再有个大扭矩输出 再拐弯这种状态 有点极限 这个时候它的变速箱表现是怎么样的 我要很明确的说 在这个时候它其实是有一点顿挫感的 即便现在镜头后面站的是厂家的人 我也要说它其实是有一点顿挫感的 但是我跟它聊了一下 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它说双离合变速箱 如果你是这种低速 然后大扭矩输出的时候 如果离合器片贴合的非常快的话 就是反应非常灵敏的话 那其实会有一种 就出去了一种冲劲 它是对于乘坐舒适性有一个下降的 但现在他们调的呢 是让它这个贴合的过程稍微的慢一点 举个例子 如果现在你在这站着 有一个朋友同志跑过去 你想跟它拉着它一起跑的时候 如果你直接拽住它 是带着你一个猎切 然后往前走的 但如果你是 但如果你是 抹住它的肩膀 然后再抓住它的胳膊肘 再抓住它的手腕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是跟着它一点一点在 刚才发生了一些小事故 蝴蝶比较喜欢我 可能我香 然后接着说 如果说这个人从你是跑过去的时候 你直接拉它的话 会带你一个猎切 会很猛的冲出去 但如果你是 抹住它的肩膀 然后拽住它的胳膊肘 然后再往后拽住它的手腕的话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它是能够 以一个比较缓和的过程 带着你往前跑的 那现在它的变速箱 就是它的离合器片 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它会贴合的比较慢 大概是0.1到0.15秒之间 所以你身体感觉到 它是在这个大扭矩输出的时候 会有一个卸劲 然后再有一个劲往前顶着走 这是它的工作原理 这也同样是 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的一个特征 这个东西很难去弥合掉 好 我给你解释的清楚了吧 今天这个技术流 那说完这些以后 我想说的是 现在这台车的售价是 106,900到113,900 如果加上各种游会的话 应该就是10万这个级别了 那如果是在这个级别 你买了一个像这种 132千瓦 300牛米的参数的动力 然后再加一个7速双离合 再加上前面麦福迅 后面多连杆的独立悬架 再加上空间 刚才你看那个样子 你觉得合适吗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选那个顶配 因为这台车虽然不带ACC 但那个顶配带ACC 我去年试的那台 CS55 Plus的顶配 那个ACC自使用巡航 就能够让你在车道中间 保持居中巡航 那这台车 我相信它不会往下降 对吧 那如果它带上的话 我觉得那个的品质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状态 得了 今天得到了这么长时间 那就到这吧 下回见 拜拜